我家裡面好像神經病一樣 然後把我的頭拿去撞牆壁喔 撞牆壁對 我受不了了 我非常恐懼 像恐懼人家就放那個佛樂 可是有沒有辦法 我就抱住他 可是我有沒有辦法 就是非常恐懼 嚇得要死 然後佛婆就感應到我在恐懼害怕 就打電話給我了耶 我就很開心到佛婆打電話給我 我很開心 因為我不敢自己打電話給佛婆 因為我害怕 我害怕我的業力太重會去害到佛婆 我都不敢自己打電話給佛婆 結果佛婆打電話給我 我就很高興 那佛婆就跟我講說 因為我有一次當土匪 當土匪就去搶人家 也害怕人家來殺我 所以整天都活在恐懼當中 所以就這樣就把我的恐懼化解掉了 我就好起來了 那佛婆這樣講我就跑了 那佛婆都安慰我 佛婆每天都打電話給我 每天都打電話給我 為了要救我這個不成才的土耳 佛婆非常疼我 我真的非常感謝 太恩師德 太弟對我這恩情 非常感恩 恩公 恩公 我也非常感恩 佛婆婆對我非常好 非常感恩 還有好多的佛菩薩 我對他們也是非常感恩 沒有辦法形容 因為我自己身體變成這樣 我非常恐慌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去面對 每一下變成這樣 我沒有辦法去面對我的身體 從頭到腳都是痛 痛到24小時沒有辦法睡覺 你看煎好了 然後三個多月 三個多月 四個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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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不下去了 對啊 我現在是睡在地上 嗯 現在活來 我現在睡在地上 嗯 感謝佛婆 真的這樣講 今天那個誰呀 你要謝謝這位 我們這個師兄 他說他一打電話給你 張聲 來來你講還替 你是笑嗎 沒有我是想會啦 想會啦 想會啦 這也是感到那個夜的可怕 所以也是老婆受傷了 所以你也是 你看這期你如果好起來 什麼都還好看不出什麼病 還不簡單嗎 嗯 謝謝佛婆 嗯 這幫她看心吧 嗯 每天都要兜她笑 講話經常要講到一個多鐘頭以上 對 都兜她笑 心 最近心花怒發 心花怒發 把那個病啊 心花怒發 心花怒發 把那個病啊 把她 排除掉 因為她這個病很奇怪 很奇怪 沒有什麼症候 就是從頭到腳的痛死你了 你看一天24小時痛 你什麼人你都受不了 後來慢慢慢慢見 到現在你的痛是在哪一部分 跟她講 就是臉心感 臉心快要痛 然後血要奔高了 會頭溫了 這種時候會這樣轉 會不舒服 然後鼻子也是很痠 都呼吸鼻子都很痠 然後身體痠痛 本來痛的藥是現在變酸痛 你看好神奇藥 那腰沒有力氣 膝蓋沒有力氣 甚至走路就比較艱難 今天還不錯 還能做 不得艱難的反省 然後用呼吸 現在跟以前從前說不一樣 我要內在一個新的自己 有個朋友他打電話去給他的朋友問我的事情 那那個朋友說 他現在縮而越障 那說我很恐懼 他就不要再跟他講 他就打掉電話 說活在口懼當中 我實在是這幾個月讓我真的是活在恐懼當中 因為我不知道突然變成這樣 比較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要透過每天就安慰我 讓我慢慢的 可以轉念頭不要那麼恐懼 因為身體也慢慢好氣 比較好 他這個病不是外傷 他就是一種內傷 就是這樣子 就得了這麼不能動的病 痛得要膩 痛得要膩 痛 因為不恐懼 能不能動 能不能動 這樣子 好 看看你們怎麼樣 你講吧 謝謝 你會這樣 你沒看過 你從那麼遠的地方到 我不會講 我不會表現 你講吧 我不會表現 我會想發展 你講吧 我會想去做 你講來講 你講得當是 我會想去做 我會想來講 我會想去做 你講究極 我會想去做 出了大狀況 我還為了他到台北去跟你們報名的事 真的是這個劫難 能夠過的話 那真是太耐心了 太耐心了 佳麟佳麟佳麟佳朱天仙佛以及年輕哉主 高台貴手 高台貴手 金子貴貴手 高台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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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過 爪鞋 好 不能转 快 转 出运了 转 还不错 你看 这真的不简单 不剩危险的 你 只会可能转下来 不能动 不能弄,不弄,不弄,不弄 这样就会 他感动有没有? 他感动有没有? 感动有没有? 就如同他爱去做众生 自然的,不要,不要,不要 什么都不要 只要过了这一关,就好了 再去发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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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妈妈还爱 真的很爱她 真的很爱她 每天都要跟她打电话 你一定要 勇敢 谢谢 谢谢这位先生 这个先生 这个先生啊,真的 我就在说 这个先生 嫁得太好了 太幸福了 上班都笑得好笑 哈哈哈哈 笑啦 对啊,你很幸福 好幸福 好幸福 有有有有,从此以后很幸福 对啊,你们现在见到母娘了 你见到很幸福 我从今年开始都很幸福 对啊 猛料到三十位丁临里面 哦 所以一直关心里面 一天比一天还好 我们下个月来的时候 不要 你看这个情意多深 我看你 对啊 我们在外四小时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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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你来看 谢谢大家 我们这个道场 人都最坚定的 最坚强的阵容 所以不怕 人对人来战 这是一个对自己的病魔的战争 他这个病怪就怪的 他没有办法唱出来 医生也唱出来了 要转念 念头一转 运就开哦 你只要转个念 你的运就从此 你这一面跟这一面就不一样 转吧 但其实我就说啊 他也没有想到他承受不了 他妈妈病倒了 他看他妈妈 看妈妈看了妈妈病了 其实也是没有关系 老了八十多岁了嘛 没想到他过分忧虑 结果自己就病了 我再说 你看你这一面 你妈妈不是更惨了吗 是不是 可是他又想到他承受不了 这个 所以我们有时候对自己 也不要说 我想 我一定要想妈妈 好 或者我一定看了妈妈这么火急了 也不要了 看淡一点 生死 生死 看淡一点 看淡一点 病魔 那妈妈还不痛啊 妈妈倒下来不痛啊 奇怪啊 只是倒下来不痛啊 他却痛你的药匙了 你看这只脚能活不下去 所以这个痛 有同样的病 是不是 你看你妈不痛 就会痛得死你 这样 那现在妈妈 怎么样 他先 他在养老院那里 还好吗 对啊 你看 你看 你把你自己摸了 哈哈哈哈 你这么认真的摸 摸了 他已经摸了 你 是不是 承受不了了 太孝顺了 太孝顺了 你 身体 等人 你干嘛急了 不能急啊 你一急了 整个内分泌 整个的身体 就变化太大了 你自己承受不了了 然后可别这么急了 又回寥零了 你那边太会哟了吧 哈哈哈 万众云大师的 耐机 公主 先天下自幼而悠 所以你 ON TEH 桜 先天下自幼而悠 好 前天下自幼而悠 好 前天下自幼而悠 好 前天下自幼而悠 好 下水 好 先地下自幼而悠 来 坐 那我们先来向佛山 好 先向佛山 好 先向佛山 好 先向佛山 再鞠躬 三鞠躬 大象门外向我们的月银在鞠躬 请三鞠躬里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然后大家面向护杂 请母娘上座 来请大家座 那我们感恩母娘老远排宫 来感恩母娘 大家感恩 大家多多保重 好我们大家同修 好我们同修 谢谢同修 谢谢同修 接生辛苦了 接生 江沈 江沈 英文叫江沈 大请桌 好大请桌 我也是看王军买的 我也是看王军买的 我是看王军买的 最亲近一点 送到王军买的 妹妹妹可爱的做面 做在里面一点吧 亲近我们的善知事 这个台南的道塔 她开始之前在她家的 你知道吗 她的努力 你看她的努力没有白费 不得了 病得很怪 痛死了 你叫你每天痛你受不了 痛来痛去天 不晓得是哪个地方 怎么可以摸一下 都不行 没办法 只有跟她讲笑话 我要跟她讲笑话 她来笑笑笑笑笑 我说你不痛了吧 不太痛了 就因笑话 把那些痛啊 暂时移转了 可是我不能这么长啊 我差不多打一个多小时 剩下一个小时 每天哦 每天哦 这么多个月 这么多月 这么多月 要不先两次 要 我的话要很多了 所以 还可以讲得出来 她的小姐答案 问一个问题 就问修行 修行二次 修行可真是 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不容易 修 刚一个修字 就是像这样 一个人 要很久很久的 过一个和 三边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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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修之中 要有管章 还有修 所以一个执张 就是要我们一起同修 大家扶持 像譬如她这个病 假的不是我们大家 尽有的爱的力量 给她支撑 活不下去 她有一天 跟我说活死 我受不了活死 我说 不准再说这个字 你够好好的活下去 你不晚为谁 你都要活 孩子这么好 两个孩子 一男一女 孩子这么好 到哪去找啊 我都撑不住个儿子来 对不对 丈夫这么帅 又这么乖 又这么小 会照顾你 到哪去找个好先生啊 是不是 你福报这么大 你还不想活 人家电话是安慰 我是把她真的说得大的 说她一个 诶 她也想对啊 我的福报这么大 我还是要活下来 痛得要死 也是要活下来 但是你说医生 你能不能救 不是没有 医生查不出病因了 到好多各大医院 查不出病因了 就不想怎么办 说是不是鸡嘴骨 什么地方 压到了 也不能说 就是说压到了 也不能说怎么整天都这么痛 总要拉一拉扯一扯 我说要不然你就去那个 潜移 请你 医生给你拉开 復健 復健 我又跟她讲 你在床上的时候 你把他们的脚抠起来 这样动 当然我们还是要要科学一点精神 也不能说 只是等着菩萨来救啊 你自己要救 这样子 所以我说 可能各种方法我们都用 现在周密堂 我笑也能讲话了 从前就笑也笑不出来 全身肌肉都紧了 看这个字很怪不得 所以有时候人的病 不敢说 还好 他就记得 他从前在没有病之前 见了人就不听的说 我说你现在见了人 你也不听的说 我说你看我这个样子 其实我全身在痛 这个病到现在一直也见不出 什么人也没有办法我们 这就是我的业 那我现在跟你们讲 业的可怕 可是我从前因为爱做节约工作 现在我这个病 在慢慢的解痛 但是还是痛得要死 你看这个痛真的很奇怪 后来我说 你就在病中去度众生 今天看到你 放心 勇敢起来 这声音乐 每个人面临的病 只像张分凶猛 也会勇敢 啊什么东西 结果 人家高人就写了一次病 啊好好 我怕了 这个我怕了 哈哈哈哈 什么东西就怕病 有的时候很气 很气这个人 嘴巴想怎么教导他 才能够让他回头 就往往是病 往往是病 他一病 他就说哎呦 人生很渺小 我很忏悔了 就刚才做回头示爱 所以教导一个众生 菩萨也会进心全 要怎么教 尤其是口才的教嘛 比如说你要是众生 要讲的分寸 那些是分寸 还有那个话 从前爱讲黄话 有的人爱讲黄话 三心不离 就是黄话出来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 结果有一天 这个人呢 骑着摩托车 就碰了个醉汗 酒醉的醉汗 咚一撞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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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说 你还讲成张话 不在讲张话 就撞发出来 所以 所以 这怎么办呢 怎么救呢 他就不晓得 反正都要给他念成方 所以他以后来就 要讲了 嗯 习惯了嘛 讲了 变住 念下去 那就好 所以有的时候习惯 一个人的习惯很难感 我们也不要怕我们犯错 我们也强犯错 所以没有圣灵 那将来寿终正寝的时候 我都跟他们讲 我很难死 你说你可要救我呀 那他怎么救你呀 我说你把我的手牵住啊 因为我很寂寞 我很恐惧啊 就像他样的 面临了死亡 所以恐惧啊 我说你把我的手牵住 告诉我 请观世音菩萨的手 引领你往金街 我也 我上不起金街了嘛 对不对啊 我哪有个大本事啊 请观世音的手 引领我们 往生金街 你这样子 我现在讲这个话啊 都是交给你家 还请你孝道 因为我们现在都面临了父母的老子 老子病死了 你不要让他们说 没关系 可能有医生 医生会给他打针 哎呀 你要把那个针打起来 可不是好受的呀 对不对 血管都打到 打到没有血管 扁啊 真的血管打 你多了那个土石以后 他都别进不去 进不去针 我爸要找不到血管 找不到血管了 对 后来我那时在 我原前不在台湾 那时有爸爸病毒 我回来以后 我就说三个月我带着他 就准时三个月 不管你再准复了 就把你带走了 所以就不用打了 那真的 有的时候你遇上了 也没有人带 是不是 那你说我爸爸这么好 这么虔诚的头沙袋 他叶不放 有时候要带人的手 那个叶很奇怪的 他不见得放 你也要跟他说好话 他柔软的身段 慈悲的关怀叶 因为你的病 就是叶的病 叶的酷 所以你所有的视线的酷 所以我们这个道场 就专门视线因果的 他的叶的酷 那这个时候 假然你能够想叶 先把叶的病治好 我们不要自私 先把自己的病治好 你自己的病是治不好的 一定要先把叶的病治好 那这个叶要很接受之病 他有时候一定觉得他很怨 他很怨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慢慢耐心 跟他磨 就像一个老师要真真善用 磨磨磨磨磨 不要说 冤冤相报何时了 我都不暂停说这句话 人家跟你报仇 人家跟你报仇 冤冤相报何时了 算了不要报了 那假意 你也受到我当年的痛苦 你也叫我不要报 可以吗 所以就不要说这么话 就说你真的对不起 对不起 真的我错了 他会很沉沉地去说 我错到什么程度 他会说你错到杀人 你杀人不是一刀砍死的 他的怨气还小花 一刀堵死的还都怨气小花 所以我昨天就讲 我说你这个苏田是不是有一个 会痛 对 那这个是他的剑 那个剑还在很痛 所以有的时候 那个死了还很干脆 对啊 你假然你把人家淋死了 你说会 他会放过吗 所以我们做事啊 说不晓得我们前世做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做了些什么 到底残忍到什么程度 我们也不懂 但是我们一定要请 请他原谅我 请未经在原谅我 不然话 他不原谅什么话 所以一切都是空 但唯有因果不空 连佛陀自己 他要去遇那个血光灾 他自己知道牵了 他那个叉子 人家从地底下出来 那个叉子 就是要撒他 他就自己自动的 脚踩这个叉子上 把杠子在穿这个叉子 佛陀啊 那我们有佛陀那个本事吗 所以心甘情愿坏 所以心甘情愿受 正言法师师大说 欢喜受 那我都会说这句话 就是说你不要欢喜受 要懺悔 改过受 他被我们今天做错了 不要说我欢喜受 那个冤真在主很高兴 我说你还欢喜受 那我抱着你还是很欢喜受嘛 所以我们跟冤真在主讲话 是什么主意 不能讲你欢喜受 跟任何人讲道者 也不能讲你欢喜受 要讲 我们想一想 我们帮你一起祈祷 去公教养 我们帮你代道 我们帮你祈祷 那么我祈祷的口才 也许没有隔壁的这个好朋友讲 我们轮流的做 不想得道场 不得道场就轮流 大家都有讲话的机会 所以我们等一下 要请你们大家都 跟我们开示两句 今天我就讲到这 下面的时间该怎么啦 谢谢各位 先从淑真讲 恩公的故事卡